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爱国主义 两个发音,左边呢,是英联邦国家的发音 后面是北美洲的发音,我们大声先读一下英式发音 Patriotism Patriotism 再读一下美式发音 Patriotism Patriotism 咱们发起就是把这个A由A变成A双叶音这个声音,都行 尽管英式美式发音不同,但英国人跟美国人交流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彼此听懂,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要理解 这是表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这一番也是当抽象词,一番多做不可数名词来用 那么这个爱国主义这个词呢,大家看拼携比较复杂 拼携比较复杂的词,咱们一般比较喜欢,为什么呢,它往往有自根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一个PATR,有的时候呢,它会变形成PATER 意思一样,出现这几个字母放在一块,咱们一般都指父亲,爸爸 它的意思表示FATHER,表示这个意思 咱们看看几个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爱国者,就这么一个词 同样的英式美式发音不同,在英联盟国家发A 这个A发A,美式呢,把这A双叶音的声音 大上来读一遍,PATRIOT,PATRIOT,再读一下美式发音 PATRIOT,PATRIOT,爱国者 那老外呢,把祖国比较成了父亲,其实来自爱爸爸的人 爱国者之人,这个当然是可数的 那同样的,我们说爱国主义的,同样也是两个发音 发A,发A都行 我们现在英式发音读一遍,PATRIOTIC PATRIOTIC 前面发A,后面发A PATRIOTIC,叫做爱国主义的 英式发音发着费劲,美音中就好发一些 前面这个A变成A,这个O变成A 叫PATRIOTIC 确实美音这个嘴更舒服一些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自己原来发音并不太好的话呢 咱们通通改成美式发音 这个口型呢,一方面更流畅 二来呢,大家皱纹可以少出现几年 我们再大声按美音来呗 PATRIOTIC PATRIOTIC 读快之后这个T,又会轻轻抓着 你体会一下,英式发音是PATRIOTIC PATRIOTIC 特别费劲 美式发音呢,PATRIOTIC PATRIOTIC 就是美音更舒服一些 前面发A,后面发A 比如O,变成A的声音 以下我们再看PATRIOTIC SONGS 叫爱国主义歌曲 PATRIOTIC EDUCATION 叫爱国主义的教育 这指爱国主义的,可以用它 那相关的由BUB做资格的词特别多 你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爱国主义和这个同胞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中心词了 爱国主义 这个词一般是不可署名词 我们再大声来读一下 分别来一遍 PATRIOTICSM PATRIOTICSM 爱国主义 后面这个词呢,表示同胞 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了 为什么呢? 那么后面不是爱国者的意思吗? 我们C-O-N,C-O-M 都是表示在了一起 我们在一起 我们都是爱国者 都爱我们的祖国 我们都是中国的同胞 所以呢,同一个国家的同胞 不是指同一个爸爸生的这个人 是同一个祖国内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华民族同胞 我们再读一下 COMPATRIOT 这是美音 英诗发音,英诗发A 在那边 COMPATRIOT 表示同一个国家的人 就是我们同胞 有这个意思 中华同胞,用它 这个还是发A,发A都行 还有相关词汇 但这个词英诗美诗发音都一样了 都得发A的声音 什么意思呢? 叫做父权制 或者父系社会 前面那个PATR呢 还是跟爸爸相关 后面那个ARCH 或者是ARCHY 这几个字母到了一块 一般表示统治的意思 它表示RUAL 统治 由爸爸来统治 别人都听爸爸的 家里叫父权制 那么在原始社会呢 就指父系社会 当时在家里是老公 说了算,父系社会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ATRIACY 注意这英诗美诗都得发A的声音 再来面 PATRIACY 叫父权制 或父系社会 就爸爸后面家统治 这ARCHY 别人统治了 后面这个词呢 叫做杀父罪 这个英诗美诗都发A 这两个呢 英诗美诗都发A 但这个英诗美诗都发A 这没办法 这个把它背下来就行了 大声读两遍 PATRIACY 再来面 PATRIACY 后面这个CID呢 是表示杀 杀死的意思 我们知道自杀 叫做SUICIDE 杀虫剂 叫PESTICIDE 特别好记 杀死父亲 杀负罪 有的时候呢 也叫弑父 当然不是弑是弑不是亲爹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那个左边一个杀 后面一个 右边一个公事的弑 那个弑 表示杀死的意思 那是负罪 叫做PATRIACY 那有它相关的 还有一些重要的形容词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表示爸爸的 父亲的 大家可能有印象 三册就讲过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ATRIACY PATERNAL 表示爸爸的 或者父亲的 我们最常见搭配 可能就是PATERNAL AFFECTION 大家还记得吗 咱们前面说过 就父爱 爸爸的慈爱 这个AFFECTION 表示慈爱 或者柔情的意思 最近老师在录刻的时候 刚好正是父亲节 我们感谢父亲对我们的 PATERNAL AFFECTION 父爱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同根的名词 就是PATERNITY 表示爸爸的身份 就是我们翻译成 另外一个词 叫FATERHOOD FATER 我们叫HOOD 当爹了 成为父亲了 爸爸的身份 注意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ATERNITY PATERNITY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说 He's on paternity leave 他表示他正在 什么样呢 正在修这个假 我们知道这个LEEVE 可以表示假期的意思 咱们在第五课 这个青年 这个时候刚讲过 但LEEVE这个词作 名词不能表示 离开的意思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 请的那个假 Sick leave 叫病假 第二个意思呢 非常文气 表示允许的意思 Which I take leave to doubt 请允许 我对此表示怀疑 就对此我不敢苟同 还记得吗 第五课刚刚讲过 什么叫 On paternity leave呢 这个男人 正在修产假 有人说男的 怎么会修产假呢 这就表示伺候月子 媳妇生一大儿子 在家里伺候月子呢 这个叫 On paternity leave 这个在外国 老公 在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也可以享受产假 注意在度假 叫On 我们说On vacation On holiday 修病叫On sick leave 都是跟On搭配 这是指爸爸 那有爸爸呢 就必然有妈妈相关的 这个字根 这个字根很好记 就把那个P换成M就好了 那老外 我们爸爸叫 那叫Papa 妈妈是Mummy的 所以那刚好是M开头的 M-A-T-R 然后M-A-T-E-R 一般是跟妈妈相关 你像这个母系社会 或者是母权制 在家里呢 妈妈说了算 爸爸要天天跪搓板 我们就可以用这么一个词了 注意前面都是发A的声音 我们打上那边 Matriarchy Matriarchy 你看多看一些字根 我们可以推测声词含义了 Matriarchy 是母系社会 或者母权制 咱们说过A-R-C 代表是同志 对吧 再跟后面那个 就杀母罪 这更缺德了 杀死了母亲这种罪 我们在大诗那边 Matricide 这个英诗美诗都反A 再来边 Matricide 这是弑母 或杀母罪 可以这么来说 同样的 妈妈的母亲的 咱们以前见过吗 母爱那个词跟父爱 可同时记住就好了 我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情是母亲的 Maternal 再读一下母爱 Maternal affection Maternal affection Affection 慈爱柔情 同样的妈妈的身份 就用那个刚才把那个P 或者M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 Maternity Maternity 这个女孩子正在休产假 She's on maternity leave 女孩子呢 现在休产假 在那度这个假 这个Leave 还是比较假期的意思 好 这个爱国主义这个词呢 重点是我们把这个字根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可老师就看到这儿 Maternity Maternity Maternity